好啦 現在時間 我們現在時間已經是晚上了 晚上我們當然也要出去探索啦 對不對 俗話說得好 晚上上床睡覺是小朋友才做的事情啊 對像秀康這種大人來說呢 晚上才是剛開始的時候 這是什麼 這個是 哇 螢光史萊姆 這什麼東西 螢火蟲嗎 螢光史萊姆只在夜晚現身 在月光的沐浴下拍動那半透明的翅膀飛翔 螢光史萊姆就有一顆散發柔光的核心蛇 它們容易被發現 哇 然後 螢光史萊姆的特殊需求是 必須不能破落在陽光下 不然的話就會直接say goodbye 螢光接近中發現的發光化合物能持續發亮超過一百年 靠太強了吧 我看那些 電力發電什麼 不是電力發電 藍莓發電什麼都弱爆了 然後這個應該就是 螢光史萊姆加上粉紅史萊姆的混合體 也太可愛了吧 也太可愛了吧 不要撞我 啊啊啊啊啊 痛 先抓螢光史萊姆 噢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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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被抓了噢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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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噢 哇嗚嗚 這邊是那個喔 那邊有個 這個應該是水吧 不過現在不知道可以做什麼用 那我們繼續往前探索吧 這邊 怎麼又有隻大隻的 哎呦 斑貓史萊姆 跟剛剛的那隻胖胖史萊姆一樣嗎 一樣是那種就是 吃東西然後餵他嗎 看看喔 拿母雞餵他 嘴巴張開開喔 欸真的欸 欸呦變大欸 太神了吧 啊 我把史萊姆推下去了 史萊姆那個是什麼海洋嗎 還是什麼東西 我看看喔 呃世界 史萊姆海 覆蓋著遠遠星球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地方叫遠遠星球啦 這片看似水和黏液的混合物 被認為是所有史萊姆形成的原始根源 史萊姆海裡的液體並不適合飲用 也不適合灌溉甚至游泳 因為他們不是水的樣子喔 當史萊姆落入史萊姆海後會迅速消失 落入海裡的史萊姆通常會迅速地重新出現在陸地上 許多史萊姆科學家認為 史萊姆是利用海洋作為一種快速旅行的手段 但不管怎樣 有一件事很確定 對牧場組來說 千萬不要跳入史萊姆海裡面 跳入的話不知道怎麼樣 算了我還是不要實驗好了 喔 這邊有一個骷髏頭 唉唷 這是 這是在幹嘛 唉唷 狂暴史萊姆 這什麼東西啊 狂暴史萊姆 哇感覺很生氣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我反而覺得有點可愛 狂暴史萊姆是有著明顯攻擊傾向的混種史萊姆 可以猜測是因為他們太久沒有進食了 只要吃了東西便會回復原本的混種史萊姆 OKOK 欸欸欸 冷靜冷靜喔 欸 吃吃雞雞 欸吃了 他心情有變好可是他掉到海裡去了 啊不要打我 欸不要不要不要 等一下等一下 有結晶我偷襲一下 啊不要打我 喔唷 真是有 太可怕了吧 欸有個箱子 這可以洗 欸可以 然後 哇好多母雞 還有波哥果 然後這邊還有一隻斑貓史萊姆 所以箱子會掉出一些東西就是了 這邊什麼 需要一把史萊姆鑰匙開啟 史萊姆鑰匙是什麼 是 不知道可能將來會掉吧 可能將來會掉 來先吸過來喔 斑貓 先把斑貓給吸過來 這邊還有另外一條路呢 那這邊去就是 往哪邊 又是往通往哪邊啊 又是骷顱頭 難道是剛剛那種狂暴史萊姆嗎 啊啊啊出現了 那邊那邊死 快跑 快跑快跑 唉唷 雖然我一直覺得他們其實很可愛喔 這邊又是一個需要史萊姆鑰匙的東西 好吧 那我們先沒辦法 我們就先那個吧 我們就先回去吧 唉唷 不要想起 來給你吃 這給你吃 不要趕快跑 唉 吃了之後 心情就變高興啦 是不是 這點用在人身上也是一樣的喔 當人 沒有吃東西的時候呢 心情就會不會爽 就會不會爽 就會不會爽快 啊不要再打我了啦 明明就吃了 怎麼還要打我 又一個 噢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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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可怕 飢餓 五顏六色 欸 不要追我 什麼東西 什麼 它食物是史萊姆 最喜歡的食物是牧場主 當混種史萊姆吃的不同於自身種類的結晶時 就會形成焦油史萊姆 混種史萊姆 也就是說 已經吃兩種以上了 就是一個史萊姆他吃了第一種結晶 然後又吃了另外一種結晶 就會變成焦油史萊姆嗎 焦油史萊姆會找尋其他史萊姆吃掉 並複製自己 而且他們還會吃到周圍的雞 焦油史萊姆也不會產出任何結晶 除了焦油史萊姆 還是焦油史萊姆 掰掰 啊啊啊啊啊 不要打我 他們會 欸 欸 不行 這是我的 欸 他們會吃掉其他的 他們會吃掉其他的史萊姆欸 啊 哇 他們其他史萊姆抓進去了 哦 他把他吃掉了 啊啊啊啊啊啊 竟然有這種邪惡的生物 滾 可惡 我要替剛剛那一隻 我要替史萊姆報仇 嘿 呃 我痛 打一下 嘿 啊 彈出去 我把他丟到史萊姆海裡面 啊 我快沒血了 我記得這邊有一個史萊姆海 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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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次 時候 哼 噁心 噁心的生物 可 可不可以其實認真講 其實還蠻可愛的 哈哈哈 如果不是會吃掉其他史萊姆的話 現在我們這裡面 我們牧場裡面已經那個了 我把它升級了一個高牆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現在這個牆有點高哦 呃 所以叫高牆 呵呵 好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現在要 讓個 讓這些粉紅史萊姆吃下岩石結晶 讓它們都變成像這個 大塊大塊的樣子哦 大塊大塊的樣子 因為這樣子呢 可以一次產兩個結晶哦 這樣我覺得呢 效率比較好一點 可以讓我們呢 快速的白手起家 OK 來 吃吧 欸 好吃 好吃 他們這樣是怎樣 太久沒吃東西 再餓了是不是 那等一下趕快餵他們吃啊 啊 不要打我 哦 哦哦哦哦哦哦哦 呃 瞄準他射過去 來 吃 嘿 嘿 那 接下來趕快餵他吃東西啊 不然那個刑警不會送 就會 就會打我 呵呵 我剛剛 我發現一件事情就是說 餵他們吃他們喜歡吃的東西 他們就會一次 排出兩個東東哦 例如說像這樣子 等一下 等一下 他就會一次排出兩個藍色跟兩個粉紅色哦 也就是產量變得更高了 所以我們盡量就是 讓這 養這種混種的史萊姆 不過他小心不要讓他們吃到其他的晶體哦 不然就會變成那種很可怕的交友史萊姆 太可怕了吧 水 然後呢 我們就製造一個 自動收集的機器哦 自動 衛食機不是 結晶收集器 好 好 好了我們來看 結晶收集在哪裡 哦這個嗎 然後是怎樣 按1 然後 哦 自動把那個勒 把經理給吸光 哦有這個超方便 這樣我就不用那個了哦 呵呵呵 就不用再進去然後還要被打 還要被那個 還要被他們打 好可憐哦 我個人就超可憐一直被他們打 呵呵呵 真的是齁 一直在那邊打我齁 好啦把這個放進去 好啦各位 那我們這一次這一集就先到這邊哦 然後呢 感謝各位收看這一款如此可愛的一個遊戲 呵呵 真的覺得呢 工作完之後就很適合玩這種遊戲 就是比較簡單 但是又還蠻可愛的這種遊戲 可以讓你放鬆 然後我們這一集就是養了很多這種混種史萊姆 就是岩石史萊姆跟紅色粉紅史萊姆的混合哦 呵呵 那他們唯一的缺點就是 進去的時候 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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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要再撞我了 呵呵 很熱情的一直撞你哦 撞到你損血了哦 然後在下一集我們就可以養更多史萊姆哦 例如像我手上的這一隻 螢光史萊姆 有更多的史萊姆這樣子 OK 那我們就這一集前到這邊啦 那我們 下一集見囉 那秀康是每天晚上7點都開直播 那中午12點的時候呢 都會上傳一部剪輯過的影片 到那個Youtube頻道上 就歡迎各位每天都來看囉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